1935年的一次外交会面上,一阵淋漓的怒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,你这个该死的格鲁基亚人,你已经快成为俄国的沙皇了。 而更让众人震撼的是,在一番怒斥过后,蒙古总理跟登还不解气,竟然直接一巴掌打到了斯大林的脸上,顺手还砸掉了斯大林最爱的烟豆,以至于场面当即紧张了起来。 跟登为何会对斯大林诺儿出手?这件事又究竟会以怎样的结局而告终呢?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,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,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 掌握渊源,逐渐恶化的关系。 要想知道蒙古总理跟登为什么要对斯大林诺儿出手,咱们还得细细来说一下这两人之间的渊源。 说出来你可能无法相信的是,1935年在宴会上掌握斯大林的跟登,其实最初还是斯大林的一个忠实谜地。 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九位总理,跟登之所以能够上位,离不开苏俄方面的扶持。 而跟登之所以能够获得斯大林的帮助,主要就是因为他是斯大林的坚决贯彻者。 但是跟登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,对于斯大林亲自下他的清洗帝国内宗教阶层的命令产生严重的不满。 然而跟登不敢公然违抗,只能阳奉阴违,私下里拒不执行任务。 跟登的心思转变,斯大林当然不了解,可是蒙古国境内宗教阶层清洗速度越来越慢,这却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事实。 为了改变这一点,斯大林直接将跟登叫到身前,向他暗示了要在1937年以前吐露十万佛教僧侣,结束宗教阶段清洗任务。 而过去一直对斯大林唯唯诺诺的跟登,由于心思的转变,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心理。 在回到蒙古国境后,跟登非但没有服从斯大林的要求,对境内僧侣进行大肆杀戮,甚至还和日本人产生了一些联系。 想通过日本来制衡苏联,以此为蒙古谋求更大的利益。 斯大林眼见跟登,只拿好处不办事,心中对他愈发不满,极度对他展开了公开批评,这也让两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, 以至于跟登后来连掩饰都懒得掩饰。 多次在外交会上,喝醉酒后对斯大林展开批判,斯大林在听说了这件事后,心中意识相当不满,但为了大局并没有发作。 斯大林做出了退步,跟登却仍旧没有一点要改的意思,时常批判斯大林就不说了,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更是直接被他抛之脑后。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1935年,斯大林才会特意将蒙古总理跟登叫到苏联来,准备与他进行一次深入谈话,从而盯住他细致展开工作。 掌握现场彻底崩坏的气氛,怀揣着不满于忐忑,性格耿直的跟登来到了苏联,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算拘谨,毕竟这里是斯大林的地盘, 可是眼见斯大林神色温和,不仅不发难,而且还安排宴会来招待他,跟登逐渐放下了心,几杯酒下毒之后,现场气氛也逐渐热烈了起来。 然而,斯大林毕竟不是叫跟登过来喝酒的,因此在喝了一会儿之后,斯大林再次提起了清理僧侣仪仪式, 说到气氛的时候,他更是再度在酒桌上对跟登展开了批判, 却不想此举成为了接下来两人爆发冲突的导火索, 上次我与你说的工作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成? 在斯大林批评跟登的时候,跟登心中不愤,酒一直在喝闷酒, 眼见斯大林喋喋不休,情绪越说越激动,就连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难听, 已经陷入微醺的跟登,再也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, 直接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斯大林的脸上,啪,一巴掌打过, 斯大林以及酒桌上的其他人都懵了, 谁也没想到跟登竟然敢对斯大林动手, 而打了斯大林一巴掌的跟登,也觉得不解气, 竟然又猛地夺过了斯大林拿在手里的烟斗, 狠狠地一把灌在了地上,啪哒,烟斗应声而碎, 斯大林仿佛被唤醒,怒目圆瞪, 可是还不带他开口,跟登就猛地又上前一步, 两家通红地指着他怒骂道, 你这个屠夫,你这个暴君,你这个苏联的红色沙黄, 跟登的怒吼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, 而等到他们看到斯大林脸上的红色掌印, 以及地上破碎成几段的烟斗后, 一个个皆是瞳孔一震,不自觉地陷入了沉默, 所有人的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, 那就是暴风雨要来临了, 眼见跟登打了自己一巴掌, 还在这里喋喋不休, 斯大林显得极为气愤, 看起来甚至还有要动手的意思, 可是跟登接下来的这句话, 却是让他身形猛然一致, 眼神瞬间冰冷, 想掌控蒙古, 你痴心妄想, 蒙古正在考虑与日本结盟, 跟登的这句话看似无心, 可是却拨动了斯大林心中最无法容忍的底线, 在他的心里, 一直都将蒙古视为制衡日本的工具, 可是蒙古现在竟然想跟日本展开合作, 虽然还没有实行, 但是已经深深地引起了斯大林的忌惮,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 斯大林并没有当场发难, 反而先是捡起了自己掉在地上, 碎成几段的烟斗, 紧接着才冷淡地冲着一旁的侍卫说道, 蒙古总理喝醉了, 还不把他送回去吗? 听到这话, 原本不敢出声的侍卫们, 立刻就上前架住了跟登, 半是参抚, 半是声拉硬拽地将他从宴会厅中拽了出去, 而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多留, 在跟登离开后不久就直接起身离去, 原本被紧绷气风充斥的宴会厅, 随着蒙古总理和斯大林的离开, 一眨眼就轻快了不少, 可是在场的众人依旧不敢大声喧哗, 反而都是以莫名的目光对视, 因为他们知晓, 没有直接表现出愤怒的斯大林更为可怕, 另一边跟登很快酒醒, 在众人怜悯还有敬佩的目光中, 跟登依旧我心我素, 他虽然也曾有些懊悔过自己的酒后失态, 但是他觉得斯大林应该不会就这件事冲他发难, 毕竟蒙古国内的事情还需要由他来把持, 只不过这次跟登只猜到了一半, 斯大林的确没有因为这件事冲他发难, 但是这件事还远远没有告终, 悲惨结局背负几十年的莫须有罪名, 宴会过去不久, 跟登就坐上了回国的火车, 因为他已经被告知, 斯大林单方面取消了与他的会面, 也就是说他留在苏联没有任何用处了, 再加上能够避开与斯大林的会面, 跟登求之不得, 所以他自然想着早早回国, 当坐在回国的火车上的时候, 跟登还曾担心过回国后会受到国民的指责, 亦或是受到政敌的刁难, 可出乎他的意料的是, 虽然他在宴会上失态的消息早就传回了国内, 但是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, 似乎并没有人在意他掌握斯大林一事, 当然这都仅仅只是假象, 真正的危机早就已经潜伏在看似平静的局面下, 当换届选举的时候, 跟登的阵敌开始发力, 也正是这一时期, 他们将跟登在苏联做过的事情拿出来大做文章, 声称跟登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蒙古与苏联的关系, 这个大帽子扣得实在太狠, 再加上又确有其事, 以至于跟登根本无法表解, 政治生涯就此结束, 当然跟登政府之所以能在如此巧合的时间上位, 自然是因为他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, 而在不久后, 跟登就被迫前往苏联疗养, 失去了人生自由, 在这不久后, 局面发生得更为离谱, 苏联方面直接以勾结森旅, 以及从事日本间谍事务这个罪名, 直接将跟登逮捕枪毙, 一代蒙古总理就此陨落, 这些罪名自然都是莫须有的, 但是跟登也就此背上了骂名, 即使是苏联方面后来公开给跟登进行了平反, 跟登这个名字依旧是蒙古人不愿提起的禁忌, 直到1993年, 政治迫害受害者今年博物馆开放, 人们才慢慢了解到, 原来在蒙古的政坛上, 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人, 不得不说因为一个巴掌, 而就此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养, 连带着还背负了将近60年的恶迷, 跟登的经历也的确惹人惋惜,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